滴滴WG 大家好,我是Sky 大家好,我是麒麟 歡迎收看COSER大小事 今天非常開心 邀請到麒麟來拍攝我們的COSER大小事 那一開始我們先讓麒麟介紹一下 她今天是出什麼角色 那大概是花了多久時間準備 我今天出的是必然航線的艾希爾 她是鐵血術隊裡面的鐵血女王 然後我準備這個角色 準備大概一至兩個月最能的 大概是假髮 因為她很長 然後我這個其實是用萬用的假髮去做修改 然後去買髮片貼上去 然後再做燙捲 然後還有修剪這樣子 哇,這樣真的蠻複雜的 你怎麼一開始不考慮把整個假髮造型 找一個毛苗去處理 因為想說自己之前有修剪過假髮跟造型過 就想嘗試一下試試看 對 這個全套 我覺得 已經看起來就很貴 會不會啊 全套 已經超過四位數的 其實沒有欸 不會嗎 也很稀有 這一定也不是二手的 這其實剛好講對是二手 這二手的 我都沒看過什麼人出過啊 有可能因為基於這套尺度比較大 所以就很少人會有出這一個角色 大概就是棚拍完然後就直接丟二手買賣這樣子 我只看過你出過沒 可能他人太少了 太太太太少 可能中北部很多人出 可是南部應該只有你出過 嗯 還有別人嗎 這不敢肯定 因為畢竟我也是這幾個月 這最近才進入地南航線這個課 嗯 所以在這之前有人出過的話 我不認識這個角色也 沒有辦法follow到這麼多人出 對 好那這就是我們七零寶貴的答案 那七零一開始是怎麼進入cos圈的呢 一開始是高一的時候在刷FV 因為那時候就很喜歡刀劍RUN這個遊戲 嗯 然後在刷的時候就看到有親友分享有大佬 在出那個刀劍RUN的一個角色叫做賀丸 賀丸 對 然後看到就覺得哇好喜歡好好看喔 我也想要嘗試變這個角色 然後把角色詮釋出來變浪帥 然後就入坑的 就去買假髮 然後就開始 不甘走的路 不過就這麼甘紅就出了賀丸 對 所以賀丸就是你入這個圈的第一次的角色 對 所以是因為這樣七零才進入cos圈的 那七零你玩cos圈大概是幾年的呢 嗯 大概是八年的 八年 我怎麼覺得 近幾年才看過你出貨有到那麼久喔 八年欸 有喔 是八年 因為前幾年應該說前幾年的時候都是出南角 又是冷門角 幾乎都是沒有很多人知道 因為也沒有多少人要拍 然後就去社團收照 可能自己的妝感也不是到那麼好 那是新手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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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快就會脫離新手村了 真的大家都是這樣子的啊 那新手村脫離之後就 剛好不知道為什麼就卡到一個瓶頸 就是 一直也就覺得說 哇 怎麼好像人氣上不去 自己的追蹤是有上去 但是就是人氣上不去攝影認識不到 然後又覺得說有點 照片真的沒什麼看到你啊 對 這是真 這是現實我遇到的狀況 對 因為通常我都是有時候 亂走啊 然後就是 坐在一個角落坐著 好像是喔 我第一次看到這個人 你就坐在樹下 然後他也不拍照 就是坐在那邊 對 可能是因為這樣子 所以那個照片的流通 我就沒有這麼多了 嗯 對 通常都這樣啊 我自己是這樣子 因為你也放要十年了 這 沒錯啊 最近才比較 比較 比較頻繁在出腳 因為 我之前都是出在高雄 就是南部的那幾場 然後 近期就開始 北中都有在試著去跑 這樣子 變全國性的courser 也沒有欸 就是看有大廠 還有自己時間上可以的話就會去 這樣 嗯好 那這就是我們玩了八年courser經驗的麒麟 麒麟 那我問你啊 你最喜歡的動畫作品是什麼 嗯 是一個動畫叫做世神者 他原本是遊戲 喔遊戲的 改編動畫的 對 他原本是日本一個萬代南夢宮 他們出場出來的遊戲 總共出三部 還有外加DNLC 哇 這麼多部 對 然後我是從第一部開始去玩的 玩一玩就 喔 玩上癮了 然後就覺得說 哇 裡面的角色好好看喔 裡面的武器 好吸引人喔 因為就是機械性喔 我還蠻喜歡他 他這個是很久的動畫了嗎 蠻久的了 因為畢竟遊戲他第一期是在2014年 喔 這樣久這樣久 對 難怪我都沒有看過 因為他發售完沒多久 發售完有一陣子之後才出動畫 然後 就是 就是主角呢 可能主角就換成另外一個主角 叫蓮華 對 然後就從頭又開始說 為什麼他 會開始去 斬殺那些 怪獸這樣子 我身邊沒有什麼朋友推我這一部啊 名字有稍微聽過 遊戲的名氣 那個年代 我有聽過 可是他動畫畫這件事喔 我也沒有要Follow 但這是我們七菱 最喜歡的動畫作品 推薦給大家 那今天我問你啊 你最喜歡的漫畫作品是什麼 嗯 有一部漫畫是寶石之果 哇 非常紅 呵呵 以前整個活動都是寶石耶 對 有一陣子整個場次都是寶石 對啊 都是易碎物 好危險 他們任氣爆爆之後 我都怕他們裂掉 你要手掉下來怎麼辦 嗯 好沒有關係 你最喜歡這部作品 你有什麼 跟網友們分享一下 嗯 他的劇情吧 雖然看到後面真的 呃 非常 嗯 那個怎麼講欸 是不是一個分解點 上個月球 就開始不想看了 是時候有些人 那個斷點在那裡 上個月球 就覺得寶石之果 這是不是我之前看了 就變成兩種作品 是 我是比較 我是一概先都會全部看完 我不會說 到那一部分之後 就 分題變成說 不太常 就想要氣坑 對對對 嗯 因為畢竟 想每次看完之後 就會在期待說 他下一畫 會是怎樣值得發展 這樣 一定的啦 嗯 所以你已經追到完結了 嗯 追到現在 記得好像是108了 近期有完結 欸 有些人還沒有這個勇氣齁 去把它看完 包括我 就是這樣 沒有看到月球 的那個節點 我就先把這個作品就擱置了 就沒有延續看下去 再看下去 肝疼啊 哈哈哈哈 什麼都這樣 再看下去就會肝疼啊 會肝疼喔 他在講 後面很好看 像如果是在追寶石之國的各位 因為那個 寶石之國紅的時候是會動畫畫 所以大家接觸到的時候是會動畫畫 還接觸到這部作品的 那如果是那一個時期 然後開始追漫畫 剛好大概就是上月球 前後左右那個時機定 那透過近期 因為他有完結 網路的面前的粉絲們 如果要看 要去追完結篇的 那是時候 我也要跟上大家的腳步了 請問你啊 你最喜歡的遊戲作品是什麼 當然是必然航線啊 就是今天出的這個作品啊 各位 喔 那為什麼那麼喜歡 是時候說說這個熱衷的理由呢 趕快 嗯 角色真香 角色真香喔 這是一定的耶 每個都很香耶 對不對 每個都很香啊 最近還 最近出出來的那個造型 那個柴君貓 柴君的造型 真的 超級色 一個很 逆兔女的 你會不會 喜歡這個作品到 每個角色都想要出啊 會不會這麼狂熱啊 是不至於到那麼狂熱 但是看到喜歡的 就會有一個 唇淺了唇淺了 買了買了 看到喜歡的 全skin 都出了 嗯 也是要看一下這個啊 這個也是很重要的 不然跟你講 只要抠著那個 每個人賺的錢 撐不 沒有辦法支撐生活啊 都沒了 都燒掉了 都沒錯 燒給喜歡的角色 為了喜歡的角色 還去買那個 有避難防線 還有卡牌的東西 有避難戰卡 然後看到說 哇 這一期的 他的這個 火 盒子 像上一次是赤城的 我也蠻喜歡叢林的 然後赤城就 哇 這樣喔 我跟你講 他這個作品是個大坑 再加上他又剛好最愛這個作品 所以說我聽到最後 你會不會到一年以後 我預定你全部都還好必然 你一年也輸不完啊 我跟你講 你就算一個禮拜輸 我跟你講你也輸不完 其實現在來講 我的坑單已經買完了 已經有買的 已經幾乎下半部都已經成為必然 喔 是必然了 好我們就期待 未來這半年 我們基林準備要出的 必然的這些角色吧 其實我問你啊 你會想要當一個全職的Courser嗎 會 但是基於可能上班啊 時間不夠 這一點就沒辦法了 除了上班這個因素如果拿掉 那會不會明天就去當全職Courser 欸不會耶 因為我會覺得說自己的身材 臉蛋還有妝感 還有拍照擺姿勢 就是怕說不太適合這樣子 很多人一開始做也沒有到這麼專業啊 因為我自己是屬於說 我想做我就是做到最好的 一定的 這樣也是最理想的 我想做我一定會做到最好 像有時候角色 有時候場次去拍 或者彭派的時候我會上網去查說 這個角色 要做什麼動作會比較適合 然後也會去查說 他的性格大概是怎樣 做什麼動作比較適合他這樣子 對啊 這樣也比較貼近角色啦 對 我就想說 能做做到最好 最懷悅 那這樣是最棒的 你說我這樣就衝勁了 但是依舊 沒有挑戰 想要成為全職Courser 這樣會不會有點可惜啊 會不會以後變成人生的遺憾 想說老娘在這個時機點 有跟這個心中想做的事 密實掉 嗯 其實還是會的啊 嗯 就覺得說 嗯 生活也是很重要的 對 生活也是很重要 不能全面都是直接摘在Courser上面 嗯 畢竟Courser 花的錢啊 也是很多 對 也很多 照理剛剛這樣買Courser 對 如果再沒有收入的話 那怎麼會有錢 來買這些Courser呢 對 對 好 那這就是我們七零 非常寶貴的答案 其實我問你啊 女王Courser不在是天下 一個人玩呢 還是找夥伴一起玩 嗯 自己一個人玩這樣子 嗯 那為什麼 嗯 因為畢竟說跟夥伴的話 夥伴喜歡A作品 然後我喜歡A作品的 因為說A作品他喜歡一個角色 我剛好喜歡的是他 應該說他不推的角色 然後就又怕說 那個 夥伴搭檔會做什麼情緒 熱索之類 但是是同一個作品啊 應該還好吧 嗯 同一個作品就是還是會怕說 啊 我想要出CP 你陪我一起出 但是我們又不是很喜歡那個角色 哦 然後自己又要花這個錢去買不喜歡的角色的 衣服 大全套這樣子 我覺得反正自己一個玩比較輕鬆 又出什麼就出什麼 就不會有被搭檔的 坦略的 哦 有道理 你就處理好自己一個人就好了 對對對 或者就是怕說 啊 有了搭檔 但是搭檔怕說 我這個東西沒有做好 你來幫我擀 或者就是說 哇 你幫我代購什麼之類的 這樣感覺滿雷的啊 這個夥伴 你來幫我趕 或者就是說 哇 我們自己做,自己做之後他到時候又會想說 阿你這個做的什麼,好像怪怪的 不到他的標準 對,不到他的標準,他就完全就說 阿你怎麼做成這樣子,又怕會被寫 他就乾脆自己一個人,說自己一個人做什麼 你這樣講完有沒有,我都會自我懷疑 那為什麼猴子不料跟別人玩呢 好啦,這個是他的答案 可能還是會有別人會選擇猴子不料是一群人玩的 那這就是我們欺凌寶貴的回應 欺凌,那我問你啊 有啊COSER這麼久了,有沒有什麼印象深刻的事呢 有耶,但是這件事真的是讓我覺得蠻可怕的 就是在合照時候 因為COSER的狀態下逛場 可是會有人想找你一起合照 然後在合照的時候就是被他突破到胸部 怎麼這麼誇張 嗯,那當下是只有你 你沒有其他人嗎 嗯,當下 對啊,就只有我這樣子 所以你也 這樣跟他講也會怕發生危險喔 對啊 就是怕講了之後 就比如說 會不會反到誤會成說 啊,他要跟我就是保持一點距離 然後剛好就碰觸到我的胸部這樣子 誤會到他 但是你還是陪他完成合照那個動作 對 然後他就離開了 對,他就離開了 哦,我的天啊 哇,這樣場次 如果一直發那種事 他蠻恐怖的耶 哇,這樣去場次喔 真的是建議各位COSER的朋友 自己在出腳的時候 最好在身邊也要找一些 夥伴們,陪同 這樣在場次會比較安全 其實我很好奇 你的暱稱有改是什麼 嗯,是在前期那時候 剛入圈的時候 我那時候就是 有給 因為朋友會給認清湯 然後我自己 嗯 有時候都會帶零食 就一直吃一直吃 就很喜歡吃零食 一開始就吃 這個吃貨 對,沒錯 然後就被人家叫說是吃零 然後那個吃就很 那個吃就是很容易被人家唸錯 就唸成氣 嗯 然後唸成氣之後 我就想說 那還好啊 就是一直被叫氣零 氣零 感覺又好像怪怪的 然後在後期 有人COSER改成數字 我就覺得說 哇,好帥 然後又方便 然後這樣打字的時候 又不要找我這個氣 又找太久了 就不會有錯字的疑慮 對,對,對 然後就直接改成叫氣零這樣子 這就是我們非常有趣的 氣零的遊覽 其實你出口這麼久了啊 你有沒有什麼遺憾 嗯 其實蠻想出蘿莉酒的 但是機率身高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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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高了這個問題啊 所以你沒有出過蘿莉酒 沒有欸 因為 出的話加上 因為我身高高骨骼大 出了蘿莉酒 欸 壯 超壯的 我覺得 我覺得,我覺得是這樣子 因為你都是一個人出 妳就算出了一個很高蘿莉酒 我覺得這個應該也沒有關係的啊 嗯 我覺得啦欸 我覺得 我這也是比較講究要還原 我自己真的就看了 說 那麼高的蘿莉 連我自己都看不行 他過去他心中的那個卡 對 好 好 那這就是你目前還鉤到現在 最大的遺憾 好啦 就到我們節目 最後的 自由問答時間了 等一下又要問我們七零一個問題 沒有RE過的 沒有告知過 但是他必須十秒之內 回應給大家知道 你準備好了嗎 好 這一題 每個Coaster 每次都很High 又很害怕 但是我相信在一幕面前 你們好像都很期待這一題的樣子喔 好 好 那我主要發問喔 請我問你 如果十年後 你還在會玩Call的話 你想要對你講什麼話呢 十秒之間回答 好 來 對 十年後的你 十年後的你 我還在玩Call的話 我一定會告訴現在的自己說 Maya你怎麼花那麼多錢 十年後的你 你怎麼花這麼多錢 找到一塊錢硬幣了 好 激少增多 激沙成塔 喔 激少增多 激沙成塔 不知道 七零十年後看到這個影片 對這句話 會不會有什麼感想呢 有可能 十年後花更多錢呢 喔 十年後可能變大大了 會不會全自Callse 多可能 因為這是十年後的事 好 我們十年後就知道分享了 然後我們就看七零這十年後的努力吧 謝謝各位 以上呢 就是我今天訪問七零的全部答案 希望網路面前大家會喜歡 如果想要看我們Callse的大小事 在詢問哪一些問題上 歡迎大家在下方留言 那我知道 可能就會併入到下一次詢問下一位Callse的題目了 那麼又是時候要跟各位說再見了 我是SKY 我是七零 Callse的大小事 下期見 下期見